澳洲郭就在稍早2点多 接近3点左右 屏东市区下起了大雨 可以看到雨是逐渐扩大 大道路面都淹水了 就在重庆路和光复路的 路口火车站旁 可以看到路面上积水 是非常的深 车辆经过都渐起水花 其实也只能小心通过 因为水已经淹到了半个轮胎高 而不止这里可以看到 民族路的水沟悬泄不及 也有淹水的情形 民族在经过屏东市区的时候 其实骑车开车的能见度 都是非常低的 不止整个天空都阴阴的 还下起好大雨 伴随着巨大的风势 因此有许多人是暂时 先到店面里面躲一躲 目前从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云层是笼罩 整个屏东市 因此有各地都回报了灾情 像是在高坪桥附近 也有居民回报雨下的 超级大积水也非常生 车辆行经所建起的水花 会遮挡住视线范围 而在屏东大学的 屏商校区附近 也下起了好大雨 受到台风影响预估晚间的风势 以及雨势会越来越明显 民族要出门的话 一定要特别当心留意 如果经过积淹水的路段 一定要小心慢行 那么以上就是来自屏东消息 把镜头交给府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